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出现了一片新的气象 从投入看 全年研发投入超过了3.3万亿 比上一年增长了8.1%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4% 从成效那里 我们在量子技术 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新能源等里 取得一批重大的原创成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 当目前已经有1100多项 是由4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 前途复杂 这个数量已经达到了 总数的20%以上 我们要把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 做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工作 一直抓下去 努力为他们创造好的一个科研环境 让年轻人要真正的沉下 都可以 调动 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2023年 国国水利建设全面提速 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1996亿元 11996亿元 要建成国家水网 实现 系统完备 安全可靠 集约高效 绿色智能 循环通畅 调控有序的目标 形成 与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相适应的 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 那么去年呢 大家都注意到 我们确实遭遇了 平凡的 极端的 自然灾害 但是呢 在党东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最后我们 还是实现好 以求不下 以风不欠 粮食中产量呢 达到了 13908余斤 比上年增产了 177亿 再创了历史新高 我们现在农业的装备条件 抗灾能力 也包括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 不要说跟几十年前 跟十年前 跟几年前 恐怕都不可同日而喻 粮食它是一个刚需品 必需品 只要少了 市场和价格 它一定会反映出来 我们这个粮食产量的数字 是真实可靠 完全可信的 发展新制生产力的生态呢 是要靠大家一起来营造 那么中央企业要开放 中央企业呢 一定要摒弃呢一些 过去一些落后的理念 比如短期投资 短期收益 过去有的是追求规模 过去呢 有的呢 追求拖时 向需 那就挣快钱 我们现在呢 是明确要求 中央企业 一定要树立 在新制生产力上 有所作为的理念 我们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和优秀企业家精神 要鼓励我们的科技工作者 敢于走最难走的路 敢于攀登最高的山峰 敢于攻克最坚固的堡垒 以我们的实实在在的作为 为强迫建设民族复兴 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词女士 作曲 拍资 作词女士 作曲 来自理论 作词女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